我們安琪老師就要來分享 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攝取天然食材的甜分 而降低含糖的攝取 所以老師要做一個 老紹咸泥的地瓜燒肉 對 因為像我們平常都會加糖 紅燒的東西一定是醬油酒跟糖 但是我們今天用了大量的洋蔥 今天我們這邊是一顆洋蔥 洋蔥是在蔬菜裡面 它本身是含糖 含甜味道的一個蔬菜 所以我們用它來取代我們一般所用的蔥薑蒜 所以我們把洋蔥先給它炒熱 然後另外當然八角是不能少的 這個肉我們把它汆燙一下 我用的是梅花肉的 熱水汆燙一下 稍微把雜質洗乾淨 然後地瓜也切得滿大塊 這樣燒起來那個滋味更好 對 地瓜也是本身帶糖的甜味 我們最後加蔬菜類 蔬菜類本身也是有它的甜性在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就減少了糖 好 我們不用糖 可是這個燒肉雖然是需要帶點甜度 那個甜度是地瓜貢獻的 地瓜貢獻跟洋蔥 另外我們為了少吃米飯 我用了蒟蒻 蒟蒻的話它本身是沒有熱量的 所以它也可以讓你有飽足感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一點蒟蒻 放在裡面一起來燒 好 那我們來點油 安琪老師最近減了4公斤 所以對於飲食的控制越來越在意 對 因為減肥是很辛苦的 對 維持更辛苦 維持更辛苦 因為有的時候你好不容易剪下來 對 然後認真過個節吃一下 你看中秋節多誘人 我一個月比都沒有吃 這好難 人家送我我趕快就轉手送出去 好 那我們現在先爆一下洋蔥 洋蔥炒到軟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放我們的梅花肉 好 汆燙了這個肉塊 剛剛講傳統的燒肉只有肉的話 一方面太油 一方面營養素跟攝取的很多纖維也不大夠 對 老師提供的這個燒法是讓洋蔥跟地瓜 貢獻它的甜度 甜度 那我們這邊來還是一樣 紹興酒 好 我們炒了洋蔥 然後肉塊稍微煎香 紹興酒跟醬油就可以下 對 再把它炒一下 今天我另外加了一湯匙的蠔油 因為蠔油本身它是海鮮做的 它也有鮮甜的味道 對 所以我們帶一點蠔油 好 我們今天是加蠔油跟醬油 然後要讓它的那個醬色稍微吃一下 吃一下 所以現在先把那個蠔油醬油的醬色 先讓它入這個肉塊 對 那我這個肉 就是也跟各位觀眾以前我們說過 就是你吃它的Q嫩 大概20分鐘是Q 然後到了50分鐘它就老了 然後你就要給它煮到 差不多一個半鐘頭 兩個鐘頭把它煮爛 好 那我們今天這邊放的是八角 我們就來加水 就如果你家裡老人小孩 特別喜歡吃那種入口即化爛肚的 對 那你就要熬到一個半鐘頭以上 對 所以這個其實口感大家可以調整 對 來 我們加了一點八角一點水之後 事實上就跟傳統的燒法去燒它 對 一樣 那我們燒了20分鐘之後 我們今天是吃它比較Q嫩的 等等 那燒到什麼程度才放地瓜 就是看你要吃Q嫩的 大概就是20分鐘就可以放地瓜 那我今天因為我們露營的時間 比較前面長 所以我燒的還是爛的 我現在大概已經燒了一個鐘頭 然後我就放了地瓜 所以放了地瓜之後 所以那個肉大概燒個20分鐘左右 或者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 就是看你要決定吃軟爛的 還是吃Q嫩的 因為我今天這邊湯流的多一點 因為我最後還要加點蔬菜類的東西 我加了這個花椰菜 那因為我們現在有了這個鍋之後 我常常一鍋大鍋煮 所以蔬菜也進來了 什麼都進來 那我們這個蒟蒻小卷 都可以進來 就是那個醬汁 是很多老人小孩特別喜歡的 鹹甜醬汁風味 對 我們的就是傳統的紅燒 對 因為我們放的蔬菜滿多的 所以我們要有一點油 然後最後我們再放一點紅甜椒 好 這樣紅甜椒下去 綠花椰菜下去 把它蓋起來 大概再有個7 8分鐘 所以我們安琪老師的蔬菜 也燒熟了 這個就色香味俱全 對 所以我們有一點紅的 它最主要就是 我們改變紅燒的方法 我們不用放糖 然後就只用食材的鮮甜來代它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比較入口即化 而且它充滿了不同的甜味 因為它有些甜味是借到 從地瓜來的 從剛剛裡面的蔬菜得到的 所以它不是一個一般 我看到很多人滷肉 它就加了糖 那個味道就是很單純 就比較稀滴 你知道嗎 它這個就是有一個 層次感 豐富感 其實糖雖然是要吃 可是真的還是要受到限制 尤其是單糖類 雙糖類 這個糖類 像有一個病人 它才41歲 就變成蛋白廟 然後被新人代謝科轉過來